接下來要上的是颱風警報 這個我們學校老師 我們學校大學考過 如果中央氣象局認為24小時之內 那個暴風範圍可能會進到台灣100公里的海域內 就是台灣的警戒海域內 他就會發佈所謂的海上颱風警報 所以今天晚上他要聽說要發佈那個 今天要發佈所謂的那個韓美的海上颱風警報 就是表示24小時之內會進入100公里的範圍內 那如果18個小時 所以可能會碰到台灣陸地 就會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颱風也 颱風也 跑到台灣的陸地 叫做颱風登陸 這個不用登陸 只要颱風的邊邊會插過陸地 就會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只有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沒有陸上颱風警報 為什麼 因為有陸上就一定有 對啊因為我們是個島 有陸上就一定有海上 所以我們就是有海上陸上颱風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然後 如果颱風走掉了 離開我們或死翹翹了 他們勢力減弱 已經不是颱風了 我們就會發佈所謂的 解除警報 我們就會發出所謂的解除警報 OK 這是警報單 就是警報單 上半部 因為製作不要管他 跟各位講一句話就好 這個是以前的編號 97意思 代表1997年第14個颱風 現在沒有寫9 現在還是有編號 所以 美軍他會每天許入 看看颱風行李要編號 第一個颱風 第二個颱風 第三個颱風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OK 一個編號 旁邊有個名字 不要問你 最苦老的時候 最苦老的時候 北半球颱風用女生的名字 南半球的颱風用男生的名字 所以你看到颱風說他是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後來呢 就被一些女權人士在那邊嚇啊 颱風經常為我們帶來災害 你都取女生的名字 這表示我們女人是禍水嗎 好不好 嚇嚇嚇 嚇到半天以後 好好好 然後他改成 世主A到Z 有些沒有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A到Z 男生女生間隔 這樣有世主A到Z 現在又換 現在換成就是請 這周邊的國家 哪些國家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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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名字 不是我下班 因為我沒有背 第一個是日本人取的 第二個是韓國人取的 第三個是菲律賓人取的 第四個是泰國人取的 我們要不要去啊 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 船空族 我是氣氧組織的 會員國 所以我沒有取的 所以我們要排下來 大家最後 秀了一些怪怪的 台中的名字 莫拉克啦 什麼譚美啦 什麼什麼 大陸是用意義的 大陸是用意義的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要不感覺跟大陸一樣 感覺像意思 就是意思 百合啊 好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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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警報單 這個警報單 這個就是我們本校考過的警報單 這個 虛線 當然會講 虛線就是未來 虛線是未來 所以這個十字表示說 認為未來 台風會走到這裡來 這個時候現在已經不這樣報 大陸告訴我現在已經不這樣報 虛線是未來 未來會這樣子來 未來會跑到這裡來 好 好 這個這一切就是所謂的暴風慢徑 就剛才這樣 數到中心 幾級峰不管 最少八幾 八九十十一 隨便 往外數到七級峰 七級峰暴風慢徑 暴風範圍這麼大 還沒有這麼大一支 OK 好 這暴風範圍 這是符號有三種 有這個圓圈圈的事 代表是 沒有到達台風等級 還屬於熱帶性低氣壓 那這個是空心的是輕度颱風 兩個時心的是中路颱風跟強烈颱風 這到底是什麼颱風 邪性就是所謂的警戒區域 就是發佈颱風警報 告訴你你要注意颱風會來影響你的地方 就是把邪性的地方 發佈颱風警報的範圍 剛剛跟你講 實現是過去 虛線是未來 所以是代表颱風過去 就從右邊這樣走走走走 右邊走走走 右邊走走走走 右邊走走走走 現在走到這裡來 所以呢 實現的是過去跟現在 然後後面這個虛線是什麼 未來 認為他未來會走到這裡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不這樣子報了 我們現在已經不這樣子報了 我們現在已經不這樣子報了 沒有學測考過 但是學測考的時候 他題目的意思寫的不太對 叫做善行預報 颱風潛似圖 為什麼呢 不知道這個呢 因為颱風啊 因為颱風 臺灣在這裡 颱風呢 這樣 颱風如果要 颱風 對不起 臺灣在這裡 颱風是這樣子走 還是這樣子走 對臺灣的影響差別很大 可是他會很難 又很難預報的很準 所以如果你報的不對 就被他騙說 你報的實在是太爛了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這樣就報說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說 臺灣在這裡 臺灣在這裡 我就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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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海風呢 現在在這裡 我估計他未來會再走在這個範圍內 走在這個範圍內 走在這個範圍內 所以我如果走這條 我報得準 如果這條呢 我也報得準 如果當初走這條怎麼辦 沒有辦法 因為呢 這個時候百分之七十而已 他可以正好落到百分之三十 我沒有辦法 所以百分之七十可能性 落在這範圍之內 然後呢 這個圈圈 你看到這邊這個圈圈 他現在只有一個圈 所以只有畫這樣 可是他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有些雄學以為 那代表颱風越來越大 不是 他走在這個範圍 可能性越來越大而已 不是颱風本身自己 變得越來越大 怕死人 OK 這個警報單 是我們學校曾經 跑過的 OK 颱風的風雨的影響 金數很多 但基本上的就是 迎風滅雨是大 就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畫一個台灣 畫一個颱風 然後問你哪個地方的雨是大 就考試 兩個地方的雨是大 第一 接近颱風中心雨是大 第二 迎風滅雨是大 那你怎麼知道誰迎風 就要知道颱風是一個D7啊 北半球D7啊是逆時鐘 然後就知道哪個地方是迎風滅 所以 台風在這裡 逆時鐘 所以誰迎風 西邊迎風 東邊背風 所以西部因為迎風 所以雨是比較大 東部因為背風 有時候它會擋住 所以雨是就會比較小 所以颱風在這裡的時候是這樣 如果台風在這裡 如果台風在這裡 逆時鐘 誰迎風 東部迎風 對 東部因為迎風 所以雨是大 西部因為背風 所以雨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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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還有一個會考 颱風進到台灣海峽之後 逆時鐘一轉 所以你們經常會聽到 它會引進旺盛的 西南氣流 聽說這次台美過境之後 就會引進旺盛的 西南氣流 然後就會為中南部地區帶來 好雨 對不對 台灣有個地方啊 基本上不太吹颱風的 颱風來的時候它沒事 是 哪裡 從 台中 中 差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 它躲在中南山脈的後面 我們的颱風 大部分都從東邊跑過來 它被中南山脈擋住了 所以颱風這樣過來的時候 它沒有事了 它沒有事了 除非那個颱風 從西邊過來 有一年有一個颱風 我記得是不是叫韋恩呢 韋恩的咖啡 那台風很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出去之後又再回頭 賤喔 出去又回來 看嘛 那他又回來就完蛋了 因為他一走回來之後 整個西部就完全沒有屏障 然後呢 就吹得西哩花蕩死得很難看 我的同學家在台中 我會在台中線 台中線 他就說他們家那個倉庫的目的就被吹走 然後呢 這個台風完了第二年 這個台風完了第二年 我去澎湖玩 然後我們就坐計程車司機 在我們去那 那 幫我計程車喔 哇 什麼顏色的 然後那個計程車司機就 他跟我們講說 台風完以後呢 他就開了他家的計程車 全島去找 找到什麼 然後他們叫他水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很認真 這樣 那 再來 台中雖然我說 台中不太吹台風 因為過來就被擋住 可是 這個時候就會下雨了 台風要走了以後 引進旺盛的 西南氣流 那他就會開始下雨 他就會開始下雨 所以台中經常是 台風來的時候沒什麼雨 台風走了之後反而再下雨 因為他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 台風一定會死翹翹 拜拜 啊 剛剛講過嘛 死亡百姓兩條路嘛 一條進大陸一條去日本對不對 進大陸的會死翹翹 拜拜 為什麼 因為進大陸有陸地 陸地會摩擦 摩擦會損耗能量 再來陸地上沒有水 沒有水 水氣供應會減少 所以他就死翹翹 所以他就死翹翹 所以 所以 進大陸的台風 所以大陸什麼地方會吹颱風 沿海的一個省會吹颱風 沿海的一個省會吹颱風 在甘王裡面一個省會不會 不會 學生考過一題 如果你說新疆沒有什麼災害 新疆不會吹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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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日本 吃人也死翹翹 日本那邊是海啊 海沒有什麼摩擦 對 海沒有什麼摩擦 所以不太會因為摩擦而損耗能量 但是 那個高度比較 緯度比較高 所以氣溫比較低 所以海水蒸發會比較少 所以他也會減少他的水氣功力 他剛剛講過了 颱風的行程需要充溫的熱跟水 他也沒有水 所以他也活不下去了 所以 去日本呢 所以日本哪邊會有颱風 九州 南邊呢 九州 有經過北海道有颱風的嗎 沒有 北京的颱風 所以 所以 南邊的有嘛 南邊的有 北邊的就沒有 所以呢 去日本呢也會死翹翹 所以颱風最後就會死翹翹 第一 翹翹 這個跟剛才交的一樣 跟剛才交美語一樣 颱風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是我們台灣最主要的雨水來源 有很多年前 有一年 很多年前有一年 台北是在鬧水荒 是說缺水啊缺水啊缺水啊缺水 含了半天後怎麼辦啊 什麼樣的限水幹嘛 結果七月 來了一個颱風之後 什麼時候解決 越冰 台灣一個空池 什麼時候解決要 還是 對 他是我們重要的雨水來源 重要的水之外 他們對我們很重要 但是還是一樣 山崩 山崩 洪水 五四流 摩拉克 回去翻報紙 大概在八月六號八月七號的時候 他一個報紙寫 摩拉克是一個好颱風 為什麼 因為當年台灣也正在要鬧缺水 然後他還在比較遠的地方的時候就說 那他為我們帶來了雨量 解決了我們的水荒 可是又沒有什麼災害 還說他是一個好颱風 講完沒兩天把他水災 死了全部死在路上 所以 很重要 一定要有 他下海洞就怎樣 下海洞就會 山峰 洪水 五十流 很多的災害 所以他講的是台灣的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 雖然經常為我們帶來很嚴重的災害 但是我們仍然 需要他 這就是所謂的颱風的好與壞